就觉得咖啡师这个职业不稳定吧 瑞幸的话工资高一点 但是他 我也有遇到过 觉得做咖啡师很好 甚至愿意以后结了婚 一起投资开家店这样子的男生 99年都结婚了 投资者结婚了 咖啵真 我现在是在 焦州路和新闸路的路口 然后今天我想跟大家来聊一聊 关于大学刚毕业 能不能做咖啡师 这么一个话题 其一是因为我最近收到了 不少的私信在问我 今年刚毕业 能不能做咖啡师 这么一个职业 真问对人了 因为我就是大学 刚毕业就做了咖啡师 特别是应届生 想要做咖啡行业的 怎么样开始 发展前景怎么样 收入怎么样 今天我来跟大家聊一聊 前段时间我就发了一个动态 我就问自己的粉丝们 有没有是985或者是211毕业 然后从事咖啡这个行业的 结果还真有 所以说我今天打算做一个 一边探店 一边跟粉丝来聊一聊 这样的一个话题 我已经到了他们店的门口 他们店叫Pew Coffee 这个叫好好 这个叫活着 因为它之前快坚持不下去了 起死回生来的 这是一家撒餐厅 然后里面还有棋牌室茶室 然后最里面还有一个幼儿园 双鱼儿园 然后再到底的话那边是云峰剧场 挺知名的一个 里面还有那种模特工作室 还有服装店 还有一家私房菜 小弄堂虽然是 这里面是有人住的吗 这边后面一排全部都是居民 卖服装的 这边这个范围蛮好 对的 对的 这边是他想这样 哈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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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名字 对 哈喽 阿瑞 他叫阿瑞 他是一支网红机 网红科技 他有某音 哇真的啊 嗯 阿瑞 你上电视了 哈哈 哈哈 他要热死了 你的这个皮带还是 高端定制 高端定制 高端活 哈哈哈哈 哎呀 我先看一下啊 好的呀 这么多的 我点一个七爪吧 好嘞 七爪这两年还蛮火的 对 你亲自做吗 我来我来 哈哈 我以前来过你们店 但是只来过一次 很久之前 你是更擅长做手冲 是吗 手冲才对 其实我也没有手冲 就算是 不要这么谦虚好不好 用这么贵的滤杯 啊 啊 这是你私藏的 还是你们店的 我们店的 哦 这是你们店的 对啊 你们店用这么好的滤杯啊 我怕我紧张 这个是那个艳阳日晒对吧 对 哎 你们店里面是 主要是以意识为主 手冲为服的对吧 以手冲为主的 因为豆子比较多嘛 定位还是很不一样的 嗯 现在做特调的店比较多一点 嗯 哇可以很稳的哦 你一说完吻我就走了 你一说完吻我就走了 你在这个店多久了想做 八个多月 九个月 快一点啊 九个月啊 你要不要来点解释一下 嗯好呀 就是蛮明显的桃子味道对吧 嗯 西爪就是一磨就能够很 闻到那种很浓烈的香气 蛮明显的 嗯 发酵的 日晒果肉的感觉 别的可能不一定 就是西爪的话 基本上一喝就是西爪 就很明显 你更喜欢桂夏 还是更喜欢西爪呢 这只我还挺喜欢的 桂夏我也喜欢 这个花七 真的蛮七 只能喜欢一个 那归下吧 哈哈哈 挑贵的 这都是比赛装备啊 啊 这个用起来挺方便的 我觉得 挺方便的 比较适合新手 挺贵的 我之前刚来的时候 基本上每天冲的时候 都会连那个蓝牙 哦 然后就看自己的那个曲线 跟那个冲组参数 然后记了很多对比什么的 嗯 你的这个手冲的这个设备 起点也高 哈哈 我的手冲起点 那就是 V60 不用蹭的 啊 蛮冲 那更加厉害 我们那个时候没有条件用蹭 你看你们用的 这个 这叫什么 擦身文具多 哈哈 对吧 哈喽大家好 我是2023届的毕业生 来自华东师范大学的公共管理学院 我以为你是去年毕业的 今年的 那你现在你的实习也是在这个店的了 实习是在连锁店 能说吗 可以说 新爸爸跟瑞幸 就也不算是实习吧 就是兼职 在星巴克做了 呃 八个月 然后在瑞幸待了两个月 瑞幸的话工资高一点 但是他 不好意思 我不打断你 嗯 瑞幸工资会比星巴克高一点 但是呢 他的咖啡方面 我觉得还是新巴克更占优势 瑞幸的话就没有那么喜欢咖啡 就感觉就是纯粹的工具人 了解那这种感受我是能理解的 意思就是说去就是操作的 操作人 对对对是的 对吧 嗯 所以说那你就在那边只待了两个月 是的 把配方权背完了 然后就撤了 哈哈哈 连锁店出来 其实那个时候对精品咖啡没有怎么接触过 对对对 也不太了解 只是让你对咖啡有概念 但是呢就是很多关于咖啡的知识啊 产区产地啊 嗯 制作方式啊 烘焙啊可能不太了解 对的对的 所以说你自己个人就是更喜欢这种精品咖啡 这种氛围 嗯 才来到了这种精品咖啡品牌 对是的 觉得这样就是专业知识会更加丰富一点 那就比如像你的这个大学的专业 你如果要是不做咖啡的话 你能做什么呢 就比如比较匹配你们的这个专业的 其实很多都可以吧 嗯 我的同学其实做的也都很杂 有做什么化妆品的呀 有做就是奢侈品的呀 有做金融的也有 是这样的 就比如他们分布的行业比较广对吧 嗯 但是他们去到这个行业里边具体的职位是做什么呢 就比如你大学时候的这同宿舍的社友啊 或者是你关系比较好的 你们现在还在联系着 同宿舍的都结婚了 哈哈哈 你们结婚就这么早的 99年都结婚了 同宿舍结婚了 嗯 那你是不是有点压力了 我正在努力 哈哈哈 不是啊 现在有结婚这么早的吗 大家都说 这个年轻人都不结婚了吗 是女孩子嘛 那我大学有一个室友 已经生了两个小孩了 哪里想象 哈哈哈 哈哈哈 华东师范大学算是一个很好的学校对吧 嗯 然后我不知道你的专业在你们的学校里边是什么样性质的是 嗯 因为毕竟师范大学嘛 教育专业做的比较好吧 像我管理学院的话就没有教育那么吃香 做了咖啡之这样的一个工作之后 和你在做之前对于他的想象有什么差别吗 嗯 还是会有一点 但是也不多 就是在做咖啡方面其实跟我想象的差不多 但是还有很多除了做咖啡以外的东西 跟客人的交流啊 维护啊 还有一些开造跟打烊的工作 其实蛮辛苦的 到最后反而做咖啡成了最简单的事情 确实是这样 就是你在咖啡店里边工作 怎么可能就只做咖啡呢 是的 你最开始的时候在星巴克里边工作 和在瑞星里边工作 那个时候呢 你的感觉是怎么样 很累 就是感觉就自己成了一个流水线上的工具人 然后一直在什么贴标签啊 收银啊 做咖啡啊 出品啊 或者打包这样子 就是很累很忙 然后忙到有时候吃饭都想不起来了 真的吗 忙也挺好的很充实 一低头上班了 一抬头下班了 下班了 对 是的 但我觉得再怎么样 还是学校里面上课最轻松 咖啡师其实是一个收入来说相对比较低的 你的第一份工作的时候 那时候是工资是多少钱啊 19块5一个小时 那是兼职 对 那是兼职 全职的呢 全职好像就3000多 3600好像是 是什么时候啊 前年 2020年还是2021年 2021年 那时候大环境也不好 我是什么时候 我12年是刚入行做咖啡 然后我在郑州的第一份工作做咖啡的 我还是个学徒 那个时候是我一个月拿1200块钱的工资 那是我第一年 然后呢我到2013年的时候是我第二年 我第二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拿1800块钱的工资 我记得很清楚 起码涨了 我记得特别特别清楚 14年来到了上海 在上海的第一份咖啡师的工作 那个时候是4000到4500之间 对 你看现在基本上是6000到1万之间 就看你的这样一个水平 对 是的 像我觉得咖啡师的这样的一个工资 是比较适合哪种呢 比较适合那种 不喜欢被拘束太多的 嗯是的 自由一点 就比如像你这种的 我这种也是就是我 就很不喜欢就是被拘束太多 嗯 喜欢稍微自由一点的就 对对对 然后呢在这里边工作 其实自由的空间会比较大一些 嗯 就比如你不在门店工作了 你可能去做些培训类的工作的呀 引体研发这些工作啊 其实也都是这种兴趣 是的 没有太多的拘束 嗯 哎你看就比如如果我要是华东师范大学毕业的话 我说我要去做咖啡师 我爸我妈 你干嘛呢 那倒没有 我是家里人还挺支持我的 说待在家里干嘛出去工作 其实我觉得就是职业没有什么高低贵贱之分 如果说是一时兴起可以先就是像我一样从 先操四家 从兼职做起吧 从兼职做起吧 从兼职做起如果真的喜欢再去深究 给你个三年累的目标 你就是怎么样设定那个目标呢 就是在踏入工作的时候已经设立过一个目标了 然后但我现在已经完成了 嗯 是什么目标 就是在上海买房 你看啊有钱就是不一样 嗯 还是挺有压力的 没有想到自己去开一下咖啡店了 开店要资本 等我现在房贷还完了 我可能考虑开店吧 因为上海毕竟太卷了 感觉竞争不过 礼物送你 真的吗 占用你们的时间了 这是我背的包嘛 然后呢 牛那个牛 然后还有 咖啡不较真 我做的挂尔咖啡 哦 你平时喝挂尔咖啡吗 喝的 喝的 出去的时候我会喝 是绿色的这个 这个酒香的 嗯 中浅烘焙的 然后这个呢 是坚果的 坚果巧克力的 嗯 还有我们的 毛巾 T恤 T恤 啊好绿啊 谢谢牛老师 感谢牛小卡老师 感谢哈哈的时间 然后就是你可以分享一下 你之前的这个香肌经历嘛 你公有过多少次经历了 应该数不清了 嗯 就是有些可能就是连键都没键 就不打算香了 嗯 就是遇到过很多会 就觉得咖啡是这个职业不稳定吧 很多人会这么觉得 就更想找体制内的或者说是做办公室的 是吗 嗯 对 就是对方他们都做成功做的 也有大部分是体制内的或者就是搞金融的之类都有 计算机的或者是程序员 但是我也有遇到过觉得做咖啡师很好 甚至愿意以后结了婚一起投资开家店这样子的男生 最后也没有看对眼吗 还是怎么的 嗯 就是 这个这个问题比较深刻 怎么会这样 不是说看对眼就一定能够在一起的 还有很多现实的因素 嗯 比如说呢 因为我毕竟是上海本地人嘛 然后我肯定是希望就是对方能够在上海有房 就是但是这个条件很多人都达不到 嗯 还是挺难的 嗯 就是没有房的话你就不考虑吧 嗯 因为毕竟不想就是跑太远吧 像江浙户其实都还好 对 这个确实就是一个现实的问题 嗯 是的 你能够接受他没房 但是你爸妈不能接受 呃 所以我选择自己买房 哈哈哈哈 有没有什么小哥哥 然后呢 他选他 觉得人不错的呢 可以来默默地看他做做咖啡 喝一个咖啡 哎 说不定你们就成了呢 哈哈哈哈 啊好的 我唯一说真的有可能的 嗯 你说能不能我们这个视频一发 我把你的真真大事解决了 哎哎哎哎太好了 哈哈 真的 因为我的观众就是还是在上海去东马 是的 真的 然后他还已经变成我了 牛小卡老师就是我的大媒人了 好那我们这期节目就到这里了 好不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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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